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探討的是這場武漢肺炎疫情 對於中國政治格局所形成的強大的衝擊 這個問題可以分為五個層面來講 我們先講第一個層面 就是對於習近平個人權威所形成的強大的衝擊 習近平自從當上中共的總書記到現在 已經快八年時間了 過去這八年時間基本上可以分為兩個階段 這兩個階段是以2018年3月份為分水嶺 在這個2018年3月份之前 他展開了反腐運動 他清除了一大批政敵 集中了大量的權力 鞏固了他的個人的地位 在那一段時間他基本上沒有受到什麼強烈的挑戰 所以說是順風順水 那麼到了2018年3月份之後 美中貿易戰就正式的爆發了 這個貿易戰一爆發 就把習近平的短板全部顯示出來了 這個人他在應對這個複雜的國際事務當中 尤其是應對跟美國的關係當中 他完全是進退失距 而跟美國的關係又關係鬥 中共的生死存亡 美國是世界第一超級大國 而且也是中國在經濟上極度依賴的這麼一個國家 那麼你跟他的關係搞壞了 而且打起了貿易戰來 而且這個貿易戰愈演愈烈 那會影響到中共的國運的 所以說習近平在這個方面他處理壞了 對他的這個威信是一個重大的打擊 那麼具體的我就不說了以前的這個視頻說過很多次 那第二次重大的打擊就是香港反送中運動 給他帶來的打擊 香港反送中運動本來也是可以在早期就可以化解 但是因為習近平他採取了錯誤的強硬的策略 造成了這個反送中運動一直的持續到現在 那你習近平以舉國之力 都不能夠平息一個城市的這個反抗運動 那你將來如果是多個地區一起來反抗 那你怎麼應對得了呢 所以說也顯示出他沒有這個能力 這是對他的個人權威的第二次打擊 讓人看出了他的弱點 那第三次打擊就是在台灣問題上受到了重大的打擊 中共在台灣那是佈局了30多年那是根基深厚 本來2020年的這一次大選他們是非常有把握 非常有希望能夠贏得選舉的勝利 把他們的代理人推上台的 在2018年的時候他們已經在地方選舉當中贏了一次 但是習近平應對失策 結果就造成了這個選舉的這個翻盤 造成了中共和平統一台灣的希望徹底的破滅 而武統現在又根本不可能 那麼對他的個人權威最大的衝擊 就是這次武漢肺炎疫情所帶來的衝擊 因為這次疫情實在是規模太大了 不僅僅是全中國都受到了感染 而且還波及到世界上二三十個國家 波及到世界上那一些最強盛的國家 經濟力量最大軍事力量最大的這些國家 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 而這一次疫情之所以失控 主要的責任人第一責任人就是習近平 因為他在疫情 本來可以控制疫情的那個黃金時期 疫情爆發的初期 他沒有採取即時的防疫措施 甚至他還是故意的要把這個疫情隱瞞下來 最後造成了疫情的失控 所以他是第一責任人 他是最主要的罪魁 那麼這個就把他的個人權威 就徹底的衝擊得乾乾淨淨 一掃無魚 那麼習近平個人權威掃地之後 他就會形成第二波的衝擊 第二個層面的衝擊是什麼呢 就是對於中共高層派系之間內鬥 所形成的那個刺激 中共高層對於習近平的不滿 那是早就開始了 但是這一次疫情已經把他們逼到了 和習近平必須來進行對決的這種地步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這次疫情爆發之後 全世界有很多的人很多的科學家 很多國家的這些政治人物都在懷疑 這次的病毒是由中共的這個批示實驗室 他們製造出來的 那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說中共在製造一種攻擊性極強的 能夠毀滅能夠造成全世界癱瘓的 能夠殺死大量人口的這種生化戰績 那一旦這個結論最後被證實了 那麼中共就成了人類的公敵 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會聯合起來對付中共 因為他們都是受害者 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不把中共給消除掉 這個世界是面臨著巨大的危險 比核戰爭更大的危險 人類都面臨著滅亡的危險 他們這次製造的這個病毒還不可能殺死全部的人 如果是將來某一天他們製造的病毒更厲害 能夠把他們想消滅的人全部消滅了 而只有他們自己有疫苗 那麼這個世界不就被他們控制了嗎 所以說現在這個只要美國或者是其他的國家 能夠證實說這個病毒是人工製造出來的 不管是中共故意釋放的 還是這個在因為疏忽而洩漏的 那麼中共的命運就已經確定了 他就一定會被全世界聯合起來消滅 那麼這個道理那些高層的人物他們都懂 而且他們也都知道這就是習近平他下令製造出來的 你像武漢P4實驗室裡面的兩個團隊 這個曹鵬博士的團隊和石正麗博士的團隊 他們兩個團隊從2013年就是從習近平上台之後 就開始研究這些病毒開始製造這些病毒 在習近平上台之前 中共曾經裡面有很多人在鼓吹搞什麼超限戰 包括深化戰爭 但是他們只是嚇唬嚇唬而已 他們並沒有真的去實施 因為那個時候江澤民、胡錦濤他們執政的時候 包括早期鄧小平他們執政的時候 他們都知道現在可以在內心裡面把美國當作敵人 可以在長遠的這麼一個規劃當中把美國當作敵人 但是如果你現在就開始著手對他發起進攻 那是製造死路,現在沒有這個條件 所以說他們都還是有所克制 絕對不敢搞出這種反人類的事情來 絕對不敢去下令製造這種病毒生化戰劑 所以習近平上台之後就非常的莽撞 他把美國當作敵人 那麼他就真正的開始製造對付敵人的武器 他想統治全世界 他就真正的想製造一個超級武器 來把全世界都打垮 所以說在2013年之後 他們就開始投入大量的資金和人力 來研究這種病毒 那麼現在高層怎麼辦呢 在他們的這個利益格局當中來看 只有一個辦法就是把習近平得幹倒 如果他們不把習近平幹倒 那麼在全世界的眼裡面 他們就是中共的高層,就是習近平的幫兇 那麼最後一旦全世界聯合起來 把中共幹倒了之後 那麼他們也會受到審判 中共所有的這些高層 只要沒有反對過習近平的都會受到審判 都會被拉到海牙國際法庭上面 受到反人類罪的指控 那麼這種結果他們能夠承受得起嗎? 當然承受不起 所以說他們必須得反習 以前的反習是出於內鬥的需要 現在的反習那是出於生存的需要 是出於對他們自己 對他們家族的一個責任 所以說高層的內鬥 這次會被刺激到極點 很快就會開始 這是第二個層面的衝擊 那第三個層面的衝擊 就是對於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係的衝擊 中共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制度 過去的地方政府那是要絕對服從中央的 習近平上台之後更加強化了這一點 所有的人都必須得服從這個核心的領導 不能妄議中央 但是這次疫情爆發之後 大家都注意到了地方政府出現了一些異動 第一個異動就是武漢的地方政府 居然敢公然的向中央甩鍋把責任推給中央 武漢市長周先旺在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的時候 就說我們早就把這個疫情通報給中央了 疫情被隱瞞主要的責任不在我們 這就是公然的挑戰中央的權威 挑戰習近平的權威 這是公然的反叛 雖然不是武裝反叛 但是這是政治戰當中的反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異動就是各個地方之間 現在已經不聽中央的調度了 他們之間產生了矛盾 他們會自己解決 比如說現在醫療物資極端的緊張 那麼各個地方之間就出現了 真物資搶物資的這種現象 比如說雲南有個大理還有一個盟治 那兩個地方是從緬甸進口貨物的通關之處 那麼很多地方從緬甸進的這些口罩、防護服 這兩個地方就要把他們扣押下來 其他的地方並沒有直接的向中央去告狀 或者是說他們告了狀了 中央也沒有辦法管 所以這些地方就直接跟大理和盟治的政府 跟他們發信說不能這麼幹了 不僅僅是偏僻的雲南這麼幹 遼寧和山東也這麼幹 他們互相扣押對方的物資 那麼扣押了之後大家都覺得這麼幹下去不好 所以雙方最後又形成了和解 在東南有五個省 就是浙江、福建、江西、廣東還有廣西 這五個省他們過去這一段時間 也有出現過短期的互相扣押對方物資的現象 後來他們居然自己調停好了 最後這五個省達成了一個協議 就是說我們今後大家對於醫療物資 對於防疫的物資我們不能夠再互相卡了 這個就叫東南互保 東南互保是在清朝末年曾經出現過一次的 就是慈禧太后向西方多個國家同時宣戰了之後 受到八國聯軍的打擊之後 東南地區的那些封疆大利 他們就知道慈禧這麼幹 那是絕對不能夠跟隨他 不能聽他指揮的 不能夠聽他指揮去跟洋人去對抗的 所以他們就簽訂了一個協議 叫東南互保我們這幾個省聯合起來 跟洋人講和 他們在北方在中央那邊怎麼打 不管他們我們這幾個省寶境安民 現在這種狀況居然又出現了 所以這是東南互保 那麼現在在全國大部分地區 疫情還是在初期階段 那麼已經出現了醫療物資的短缺 已經形成了這種地方上面的地方主義的 極具的抬頭 那麼將來等到整個經濟崩潰之後 那出現短缺的不僅僅是醫療物資 各種物資都會短缺 尤其是生存物資都會短缺 糧食、水、電 各個方面都有可能出現短缺 那麼那個時候 各個地方的地方保護主義 那不是更加要抬頭了嗎 那麼抬頭了之後 再進一步的就有可能形成地方勢力的割據 不見得一定是武裝割據 但是也不能夠排除武裝割據的這種局面出現 因為那個時候大家第一要物就是要生存 而當地的那些地方官僚 他們要能夠生存下去 他們就一定要保證地區的物資的供應 那麼最後的結果就是 中央和地方之間的關係徹底的改變 中央集權制度徹底的垮台 中央集權制度一垮台了 那麼中國就進入了新的一個模式 那就是地方分治的模式 那現在稍微有一點頭腦的地方官員 都在為此做準備 那有些人可能會說 有很多地方官現在都是習近平的親信 他們會這麼幹嘛 他們能不聽習近平的嗎 這是非常幼稚的一種說法 在這個官場上面 從來都是利益關係主導的 沒有說因為某人跟習近平的感情很好 就能夠一直忠於他 哪怕是他自己的家人 哪怕是過去跟他幹了幾十年的親信 在利益衝突面前 他一定是選擇利益為重 如果是忠於你有利益上的好處 這個有政治利益上的好處 有經濟利益上的好處 他就會跟隨你 如果是反叛你 有政治上的經濟上的利益 那他就會反叛你 而這個疫情繼續發展 中共經濟崩潰之後 那麼各個地方那些官員 他要保證他的生存 要保證他的權利 他第一個要做的 就是要保證自己的物資供應 就是要保護地方的利益 保護地方的利益之後 才能保護到他在那個地方的權利 所以說那個時候 習近平你無論過去 給了他升了多少官 給了他多少錢 他那個時候都絕對會自知不理 一定會按照利益去行事 所以說這次疫情所帶來的第三個衝擊 就是地方保護主義 地方分離主義會急劇的迅速的抬頭 最後衝垮中央的權威 那習近平現在有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呢 當然意識到了 而且已經開始採取措施了 什麼措施呢 首先就是在武漢撤銷了兩名主要領導人的職務 湖北省省委書記蔣超良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的職務 那還有兩個省長和武漢市市長 現在還不知道他們具體的情況 極有可能已經受到了控制了 我在前面一期視頻裡面講過 自從這個周先旺公開的在電視台上面甩鍋之後 武漢湖北整個官場和中央和習近平 就已經形成了你死我活的敵對關係了 習近平一定會向你們下手的 因為他不向你們下手 那麼他擔心就是全國各地的這些地方官 都跟武漢一樣來向他挑戰 那個時候他就根本沒有辦法維持局面了 所以說他必須得平息用強力的手段 霹靂手段平息這場政治上的叛亂 這是一場政治上的叛亂 習近平果然就這麼做了 那麼習近平能不能夠震懾住全國的這些地方官 來不向他挑戰呢? 那有些地方肯定是被震懾住了 但是不應當不可能是全部的這些官僚都能夠被他震懾 當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那些官僚照樣會反叛 而且你現在懲罰了 現在平息了武漢地區的這個官場 但是還有一些人手段比較高強的人 他就震懾不住 因為他們看得見這次湖北之所以 能夠被習近平輕而易舉的拿下 那是因為這個地方的這些官僚都是草包 他們猶豫不決 你既然已經反叛了 那你就乾脆把這個旗幟豎起來 你就把這個聲勢弄大一點 你就把你的力量增強一點 你不能瞻前顧後 已經反叛了 你還想跟對方去和談 那當然是不行的 那怎麼樣才能夠跟對方形成一個對決的局面呢? 不困難了 你比如說在周先旺發表了那個甩鍋的言論之後 那習近平當然知道你是整個湖北官場 商量好了才這麼做的 給周先旺他一個人一百個膽子 他也沒辦法去這麼做 也做不出來也不敢做 那麼那個時候 周先旺還有湖北其他的官僚就應當團結起來了 大家把這個抗議的主要的權力要抓到自己手中 比如說那個時候他們第一時間 就形成一個湖北的抗議小組 自己形成不需要中共中央的同意 自己形成了之後 那個抗議小組就在這個火神山醫院 或者是方艙醫院的這個旁邊 建立現場指揮部幾個人在那個裡面 全天候的值班 7天24小時值班 然後把全世界各地的這些記者都叫到那兒 給他們一直在做記錄 有些人可能說那個地方記者敢去嗎? 世界上的記者那是最勇敢的一批人 連戰場上面他們都敢去 不是軍人他們都敢去戰場 到武漢這個疫區去一下 對他們來講沒什麼大不了的 一定會有大批的記者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在全世界輿論的這個關注之下 我們這個湖北的官員 再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再真正的是盡心盡力的 為湖北老百姓服務 哪怕就那麼一段時間 在全世界面前表現一下 把自己的人氣提高 把自己的民意的支持度提高 那而且那個時候 你們還可以繼續的損害習近平的權威 因為那個時候 你們佔據了這個輿論上的主動之後 就可以不斷的向中央提出要求 湖北是抗議第一線嘛 那麼全國都應當支持這個湖北 那中央就應當協調全國的這些物資 這些人員來支持湖北 所以說作為湖北抗議的指揮部 那就可以向中央不斷的要支援 中央不給你們就發牢騷 你們就攻擊他 那個時候不就是很主動了嗎 那個時候習近平敢抓你們嗎 當然不敢 全世界關注之下 而且你們大家都覺得 你們做得還不錯的時候 他在抓你們 再換人來 那不是自己找死嗎 那不會引起全世界一致的攻擊嗎 那不會引起整個官場對他的大反叛嗎 所以說那個時候 湖北的這些官員錯失了良機 畏守畏尾造成了他們最後自己的滅亡 那其他地區的官員一定會像湖北一樣嗎 那肯定不會全國這麼大全國三十幾個省 還有啊這個三百多個地區 那三百多個大中城市 所有的這些官員裡面一定會出現那麼幾個 比較強悍的人物 只要出現一個 那麼習近平的這個中央集權 中央權威也就徹底的崩盤了 那麼習近平還有第二招 就是他在廣東所搞的這麼一招 那兩天之前廣東公佈了一個法令 說是在廣州和深圳這兩個地方政府有權利 徵用私人的財產來用於這個防疫 那這個防疫出來呢大家都很緊張 廣東的這個私營企業和官方的之間的這個矛盾 不信任就急劇的上升 不信任就急劇的上升 大家不要以為這是廣東自己 願意搞出來的這麼一個法案 這不是的 這是習近平下令要他們搞的一個法案 他為什麼要下令呢 那我現在就來仔細的講一講 廣東這個地方跟全國很多地方都不一樣 在過去他們這個官場是長期是由葉劍英家族把持的 葉劍英家族他就是本地人 就是廣東人 所以他提拔起來的那些官員 大部分的也是廣東本地的官員 所以那個地方是自成一格 直到兩三年之前 習近平才開始對那個地方的官場 進行強力的清洗 派了很多的外地人進去 那麼廣東的官場這個中下層的幹部裡面 還是有很多都是本地的 絕大多數都是本地的 因為外地調不了這麼多過去嘛 那麼這些本地人呢 他們有一個特點就是和私營企業之間的這個關係 和民營企業加階層的這個關係是特別的好 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全國其他地方 尤其是北方那些省份那些貪官污吏 他們是把當地的這些私營企業主當成肥羊來宰 養肥了就要宰你 比如說像湖南過去出現過那個曾成傑的那個事件 那就是宰肥羊的一個典型的案例 但是廣東地區就不一樣了 廣東地區的這個官場官僚階層是把私營企業主當作母牛來養 把你這個母牛養的肥肥胖胖的讓你多產奶 所以說他們是一種這個共生的關係 所以說這個地方的私營企業主 他們的私人財產的權利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 這個相當大程度的保護的 我曾經認識過一個在廣東從商二十多年的一個陝西人 他在廣東掙了上百億的這個資產 那在廣東發財了之後 家鄉的官員就要他回去 來這個共同來建設家鄉為家鄉做貢獻 這個傢伙也想一井還鄉過一把這個飲 所以說就回去了投資了大概是一億還是兩億 在家鄉想帶動那個家鄉的這個產業發展 那麼他要怎麼帶動呢 就一定要當地的那些商人跟他一起來合作嘛 所以說大家共同組建了一些公司 結果等到他投資落實了之後 不到兩年的時間當地的官場就開始載肥羊了 當地的公安局長就給他下了一個傳票 說是你非法集資要到我這裡來接受傳喚 那這個人也是心高氣傲慣了 不了解這個當地官場 以為還跟這個廣東一樣的 那就根本就不理他跟市長 這個市委書記打了一個電話說這怎麼回事啊 怎麼這麼幹呢 市委書記說不要緊 那我們來處理 結果一直沒跟他處理 就是要逼著他 就範的怎麼會跟你處理呢 他們都是一夥的 書記、市長、公安局長都是一夥的 怎麼會跟你處理呢 結果鬧到最後 公安局給他下了通緝令要通緝他 結果這個人只好倉皇逃走 這就是當地就是北方那些地區的 他的這個官場和這個企業主之間的關係 但是廣東地區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這種官場和企業家之間的這個關係 這麼牢固、這麼友好 那這對於習近平來講這是非常不利的 這是形成一個地方勢力的 地方割據勢力的一個溫床 尤其是在廣東這個地區 私營企業佔的比例這麼大 他的經濟實力這麼強 如果是這個官場依靠這個私營企業 雙方聯手了 中央怎麼能夠對付得了他們呢 所以說現在他一定要採取措施 就是要離間這個關係 所以說就有了這個廣東這個法律的出台 這是在中央的逼迫下出台的這麼一個法律 而且呢現在在廣東搞 今後可能在其他的城市 在上海呀在江浙一帶 也要搞這樣的法律 這個法律一搞啊 他就覺得可以把地方勢力給他分解了 那麼現在地方官員 大家一定要做好下一步的應對的工作 就是要跟當地的這些企業家協會 私營企業一定要跟他們溝通好 我們現在出這個法令是迫不得已 這是中央的意思 我們絕對不會執行這個法律 現在國營企業有那麼多的資產 事業單位有那麼多的資產 政府有那麼多的資產 我們不需要徵用私人的資產 我們國家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做好 大家放心就好了 只要這麼一說 而且呢堅決不執行這樣的法律 那麼最後習近平的這個主義就破產了 那麼最後地方上面的還是會 大家同心協力來應對這一場疫情 而且大家會同心協力來對付習近平的這個中央政權 好那今天呢我就講到這裡 總結一下就是講了這次武漢肺炎疫情 對於習近平權威所帶來的巨大的衝擊 還有對於這個中央高層派系之間的內鬥所形成的刺激 還有呢就是對於中央和地方之間關係所帶來的改變 那麼下一期節目裡面呢我想談一談呢 這一次武漢肺炎疫情對於軍隊所帶來的衝擊 軍隊會有哪一些異動他們會和中央的關係和地方的關係 會有哪一些改變 然後呢再講一講對於民間力量所形成的這個刺激 因為現在很多有志知識都已經看見了 中共王朝現在已經是上中已經敲響了 已經維持不下去了 大家都在群策群力要找到辦法 所以說下一期節目裡面 我們就要跟大家來探討這些問題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聽收看 我們下次節目再見